現在距離春訓開始 差不多就幾個禮拜吃搖了 快要來了 那水手隊在今天宣布 跟明尼蘇達雙城隊達成交易 他們去用四個人換一個二壘手 浩黑Polanko Polanko最近兩年了 他一直因傷走苦 但是從2019年 那個雙城隊締造全壘打紀錄的那個球技 他其實連續三個球技 都算是相對健康的 就一換四的水手隊 他們自投Robinson 卡弄以後 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好的二壘手 那去年找來Colton Wong 這個超級失敗的一個實驗 在賽季中途就任賠殺出 Colton Wong直接就送走 直接就放棄我不要了 這個撿到一個爛過 丟到咱們來自裡面 還會讓其他的一個貨一起變爛 這個Polanko 如果說他有固定的一個上場時間 如果是健康的話 他其實是能夠交出不錯的一個成績單 像是他上個賽季 雖然因傷只打了80場比賽 但是他的FWAR 他的勝利貢獻值還是有1.5 另外天使隊宣布用74萬的老將底薪 簽下了34歲的Aaron Higgs 這個薪水小偷 楊基頓痛在心裡 當年跟他簽下了7年7000萬美金的一個合約 這個最後是認賠殺出 結果呢 把他放到精英隊以後 他居然在精英隊65傷比賽當中 打了35分的打點 OPS Plus值高達127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超乎聯盟平均的水準 而且楊基隊在今年還有明年 還欠他1900萬 也就是說天使隊才付70幾萬 楊基隊要倒付他1900萬 你說虧不虧 天使隊真的這個是一個小投資 但是有可能是高報酬的一個簽約 要感謝楊基隊恩童再造